那我們先來開箱這個iType-C吧 背面是這樣 它有兩個 然後還有這個說明書 先來翻一下裡面有沒有中文 有一個簡單的指南 來看一下 這一塊應該就是這個USB的儲存裝置 這個只是一個接頭而已 然後他說有四個接頭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呢 就是最新的這個Type-C USB接頭 然後是給 New MacBook或者是我那一款12吋玫瑰金的接頭 現在只剩下這一個Type-C 然後再看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iPhone的 好再看另外一顆 這顆的話是USB 3.0 然後呢它還說有一個Micro USB 喔那是這樣 這樣子變形之後 就會多了一個Micro的USB 那這個是給Android的手機啊 還有HTC、Samsung那種的 它們也可以使用這個接頭 只是 我看一下這邊另外一頭 另外一頭 應該是這兩個要連在一起的 所以就是這樣 然後Android的手機或Samsung 也可以拿這個USB 來當它們的外接儲存裝置 可以做備份 或者是 如果你是使用iPhone 但是你是用一般的電腦 你就可以拿這個一般的這個USB 3.0 去接你自己的電腦 應該就是這樣吧 我現在來示範看看在我的手機上 那就是要先從Apple Store這邊呢 下載Photofest One 那我是打Photofest 就會找到這個Apps 那已經下載好啦 然後打開之後呢 就會先看到這一個首頁的畫面 會內部的儲存區 這個是手機的容量 然後呢這個外部儲存區就是這一個 所以我現在插進去看看 有57.94GB 我這一款的話是64GB的 那下面就是這些Apps啊 可以看一下 有18個 19 20 21 23 25 26個APP 然後去一下setting的部分可以看一下 對然後這邊呢就會有所有的東西 裡面包括App上鎖啦 而且這一個USB它可以使用Apple的Touch ID 可以使用Apple的Touch ID 邊 然後這邊呢設定裡面有一個這個教學影片 所以不知道怎麼使用的人 你還是可以按進來看一下這個教學影片 這邊有中文字幕 所以你就自己去看 然後我現在先來備份一下我的資料好了 它這邊呢可以 還可以備份我們的FB啊 Instagram 那Touch Lab我們沒在用 還有備份聯絡人 刑事例照片 那照片這邊一定是我們最重要的 因為 常常就是照片拍太多 所以就要使用這個照片備份 那我先來做這個照片備份 我的照片已經備份完成了 那我來看一下它有沒有出現在外部儲存區裡面 然後再選這個Backup 再選我的iPhone Photo 全部都有進去了 有1800多張照片 除了照片可以備份以外 還有聯絡人 還有行事例這邊可以做備份 所以我也可以選 這邊也有一個是全部備份 然後選按這個的話就會全部備份 再來還有一個是 它比較特別的是雲端的備份 雲端的備份就包括有FB的相簿啦 還有Instagram 還有這個Google Drive 還有Dropbox 我們來備份FB的照片好了 好 一個FB 好 確定 好 就可以備份 就可以備份 我自己的照片 然後我 來備份 Cover Photo好了 選取 然後Cover Photo 封面照片 然後選擇下載 然後它現在就幫我存進去了 好 好 去檢查一下 所以去外部儲存區 然後 Backup 然後這邊就有FB 的Cover Photo 那照片就進來了 所以其他的雲端也是這樣 那它還有一個厲害的地方是可以上鎖 我來把FB的Cover Photo上鎖好了 好 777 這邊設定密碼 77 好 所以現在就看到FB這邊就是被鎖起來了 所以你按的時候呢 就要輸入密碼 然後才看得到 好 我剛剛發現就是在外部儲存區這邊呢 可以按一個新增 然後呢 就可以新增這個資料夾 我就用了一個秘密 然後呢 還接著就可以在這邊按選取 那我就選這個秘密 然後下面這邊呢 有分享複製移動更多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用一個上鎖 所以一樣用 我用一個7就好了 7 對然後現在這個它就把它鎖起來了 鎖起來秘密之後 嗯 它還可以隱藏耶 我要找一下它的隱藏在哪裡 我找到了 先再檢查一下 我的USB裡面呢 有一個秘密 然後它現在是看得到它的嘛 但是它要輸入密碼 好 但是我現在想要把它隱藏起來 我回去首頁 然後設定這個地方 它這邊有一個顯示上鎖檔案 那我就要把它選擇不顯示 所以 去 再去檢查一次 它就沒出現了 所以 你就可以把秘密鎖起來 然後呢 不要讓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看到你的秘密 布牙照 好 這裡就還蠻有趣的 好 然後 所以就是這些備份 然後 還有雲端的照片 可以做備份 然後也可以把你想 藏起來的照片呢 備份資料 備份到這個USB裡面 那它一定要有密碼 才可以開 大概備份完之後 然後我發現到這邊呢 有一個小小的驚嘆號 你可以按進去裡面有使用說明 然後就可以在 你有興趣的這個APP裡面呢 然後你就按一下 那我就點一下YouTube好了 然後這邊可以開啟它的教學影片 對 它現在就會 開始教 那你們再自己看吧 再看一下別的是不是也都有 所以這個ZIP是壓縮檔的意思 它可以壓縮檔案 然後資料就可以節省空間 然後可以開啟它的影片 對它一樣也有這個教學的影片 好那你們就自己研究吧 那我大概的開箱影片呢 就到這邊囉 所以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再留言給我吧 好啦 掰掰 所以 為什麼 是不是 為什麼 閃電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